教授女主任公小平二十四季来自河北 是一位文员 来我请来接两位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要和他分手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呢 你当初回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都是公司的决定 公司要我回去我也没办法 那你的工作就比我重要吗 小海政府好不容易在一起了 我工作我是真正两个冲动过来的工作 我不可能因为我们赶紧 然后把我工作跑掉了 而且你父母也不同意 这才是重点 不是我为了你又跟我父母都闹翻了 之前跟别人订婚我婚都退了 就为了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吗 我付出这么多 最后你跟我说你要走 就因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就要强责我什么 但是你两年前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 你为什么现在才选择跟我 没什么懂 你两年怎么说来说呢 那都过去了 现在你们俩就说的算热闹了 我们还在云里雾里呢 我来问你们打好不好 第一是说你为了他 他放弃了一切要跟他在一起 对 我们说说你放弃的是什么 我之前我家里不同意 所以我跟我父母也闹掰了 你也好意思 说之前 之前那时候你父母不同意 然后你是不是跟着你父母回去了 那当时我做这决定 我也很心疯 我也很后悔 你很后悔 我一直到今天 我对他后悔 我当时的决定 老妹你们之前是指的哪年啊 两年前的时候 两年前他父母不同意 你跟他交往 他跟他父母回去了 回哪儿了 回他家乡 我得 你父母把你带回河北的时候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我们两年 我们大二时候认识的 有一回就是我们两个一块主持一个晚会 学校迎新晚会 我们两个就是男女搭档 然后经常串层 当时对我特别好 特别贴心 我觉得真的觉得很好 然后就跟他在一起 毕业的时候 我父母说我想在哪边工作 要安排工作 然后我说我要留在这边 你那是因为安排工作吗 毕业的时候 他父母逼着他让我们家买房 我们家是工薪加藏 每个月父母加起来 可能就两三千块的工资 我去哪儿给他买这房 当时我妈哭的过来找我 我从来没在买那样 所以我哭过 然后我就心了 然后觉得我俩 真的就没有未来了 等于毕业了就分手了是吧 对 你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然后你就走了 我当时做那种决定 我也很厚 这两年我也不好过 你知道吗 是你是走了 但是你当时跟我父母 说了点什么 咱们可以和平分手 你跟我说那些伤人的话 我可以认 你对我父母说那些话 有什么意思 我当时我不是故意那样说的 我说那种话 我自己也很难说 怎么对我那么好 我那样说 我自己自己也很难说 他当时甚至说 你没钱你养什么儿子 他对我父母这样说的 你知道我父母当时多伤心 我父母当时气到 快住院了 一分手分了两年是吗 对 那怎么两个人又跑上了 五个多月前 从私 然后又把我从太原 又掉到河北 我当时我想到 他在那个城市 然后我只是想着 试着良心一下 他打他以前的那个号码 当时我没想到 那个号码就打通了 我以为我能控制住我自己 但是我 我向了他以后 我觉得 我没法控制自己 两年都没谈人啊 对 你呢 谈了 有一个订婚的 你都跟订婚了 这算哪一出啊 我当时跟 那时候也是家里安排的 那个男孩对我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 一直想的都是他 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正好在这次回来 一个我打电话 约我出来见面 我当时本来真的 我想我本来就要过 我安定的生活了 然后不想让他再打扰我 可是他在我家楼下 等了我整整一个晚上 你让我于心何忍呢 我当时那样伤 伤害过他 我不想再伤害他一切 所以我就跟他和好 和好之后 他领了我去看房子 我当时说 这个房子挺好的 他当时就把婧婧交了 交了以后 然后又买戒指 他就在当年买不起戒指 所以他全部补偿给我 给我好好在一起 就等那么稳定的时候 好好地 突然跟我说 他要跟我分手 因为工作原因 你说我能接受吗 那你那个 那个定亲的那个男孩呢 定亲的那个男孩 我跟我父母说了 然后他们 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承认 两年以来 我努力工作 我就是为了 要向他父母证明 我可以再带着他走 我有这个能力 去养活他的女儿 给他女儿保护 你没证明啊 你不是敢把他 扔下来了吗 那时候他父母 真的不同意 而且我跟他在一起 五个月以来 真的就是一种煎熬 我每天都在想 什么叫煎熬 不好意思 你这回回来 你就不爱我是吗 我没有 口口声声 天天说你爱我 就要走是吗 你的父母不同意 我不可能带你走 而且 你为什么说 我要改变他们想法 你自己做到 让他们去接受你 我怎么改变他们想法 两年前的时候 他们就打心眼里 看不起我 我现在 那我有一点成就 我现在可以把你们 那买的去守护了 然后现在 怎么了 现在他父母还是觉得 我依然是个熊小子 咱们两个在一起 好好的 他们会理解 哪个父母 希望自己子女过得好 他们当时那样带走 我肯定也是觉得 靠我将来跟上你 过不上好意思吃亏 你为什么不能留在河北 你知道我 我没法留在河北 他两年前 伤我父母那一次 那你这次去 为什么招他 你见他一遍 你控制不住 那你什么意思呀 感情来了 不是想控制 就能控制住的 那现在感情走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没办法跟他在一块 我们在一块 根本得不到 双方父母的祝福 而且他对我父母 让我父母 特别特别的伤心 我现在父母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当时那样说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可以去 让他们原谅我 他们当时对我那么好 我说那种话 我也很伤心 你也知道 他们对你那么好 你去我们家里 我父母从来不给我做菜 然后给你做一桌子 你爱吃的菜 打电话的时候 都不问我好不好 先问你好不好 他们对你这么好 你就这么对他 你知道他们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每次给我打电话 都要告诉我 你要找个对象 你要选得给女方家庭花钱 不要再让女方家庭 看不起你了 这就是你做的一切 你给我家里带来的一切 他给你家里 都烧烤成那样 你干嘛去找他 我控制不住 你能不能不走啊 我承认 不走 我可以待着我一起走 你愿意跟他走是吧 对 带不带 我承认 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的确我是带着不甘心回来的 我两年来 你知道我两年怎么过的 我每天 我每天为了省钱 我可以吃泡面 我真正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十一十二点才睡觉 就是为了跑夜 我为了能这么多一点 你现在什么 现实困难小伙子 你告诉我 他当初对我那样的伤害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他现在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是为了 图我的 图我之前 我因为我吃产 从小的他不愿意跟我 我现在有这么一点经济基础 他就愿意跟我了 你就这样想我的 你就觉得我是这么物质的人是吧 我现在不敢再相信你了 我要是那种物质的人 之前那人比你有钱多了 你这回来回来 你是有目的的是不是 我是有 我是承认我刚开始是有目的 但是我见到你以后 我真的我觉得还是爱你 就是因为这回咱俩感觉都没 你回来一座悬一次 你要再防水尾色 我没有 你刚才说你承认你这次回来 是有什么呢 我是带着一种不甘心的情侣回来的 但是我见到他以后 我真的没有说想报复他 我见到他以后 谁说没有报复他了 全篇谈话没听到一个这个词啊 就是为了报复我是吧 我没有报复你 你让你跟我说 如果我带给你回去 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如果我带给你回去 我怎么见我父母 我怎么见我父母 我跟父母说 我又带给这么 两年前这么一个身身伤害你们的人 然后带给他去见你们 那你刚见到他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这些啊 我想所以我一个身份伤害你父母的女人 你干嘛给他打电话呀 两年不见去了何别就招人 为什么呀 你们俩啊 充分应征了电影里的那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 你还了你两年前的债 你要为你后半辈子也还点赚 你们听听专家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你说郑明也接触了以后 发现留恋也好 出发点就是报复 因为如果你再回来 你那又好了 应该无比珍惜 什么他说我不同意 你父母和反对 都很容易解决 也是被跪在老人家面前求他原谅 我不相信你父母 不会原谅 这些都是结果 只有一个后 或者是报复 让你厌不下去 所以你对着自己内心 因为当初是自卑的 被爽了 少有成绩以后 就变成自私 似乎底下依然是深圳的自卑 你受两年的苦 人家也没好受 人家和父母决裂 硬着心也退 现在你又不要了 两代俱伤 刚才超哥说个对 出来混都是要还 但是已经摆在这儿了 该伤的也伤了 该恨的也恨了 该还的我觉得也还了 我承认 我是刚开始是恨的 但是我见到那一敲闹 我真的不恨怕了 我真的只是想跟他 好好活日 当时我真的没办法 再带着他去见我的父母 别拿父母找这份 如果您俩之间 暗婚掰不清楚的话 这题就无解了 你自己想一想吧 是要爱 还是要婚 小伙子 你对他的情 应该在当时 他抛戏那时候已经绝了 你此次回归 外乎两个目的 第一填空 填满自己的空虚 第二一个就是报复 你现在对他的种种行为 我们感觉不到一点 你对他的爱 完全就是一种怨念 你真以为 报复一个人带来的是快感吗 还很深的痛感 毕竟这个人曾经你爱过 毕竟这个人现在在爱着你 这种报复 真是来得那么痛宽 女孩 审视自己内心 你爱着真是这个人吗 还是说 现在你为了他抛弃了 另外一个已经定了婚约的 你放不下的是 对他已经重备的付出了 他还是他 还是当时你抛弃的 那个他 其实当时你做的已经很 其实你也比较绝情了 你当时很冷酷 对他做出了伤害 认清这个 你说要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报复当然有 但未必离开 因为哀求的还不够 情侣之间偶尔会教训教训对方 但并不一定要抛弃他 之所以现在还没松口 是因为你哀求的还不够 你所受到的惩罚 还没有两年前 他所承受的动物一样多 我当然相信你是爱他 但难道你不务之后 我觉得我不务之 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他家里没有钱 每回出去吃饭 我会主动上前去把钱掏了 当初你是爱他 但后来在你母亲的疏导之下 你不务之吗 第一 你离开了 第二 你又找了一个友情 第三 这次他回来 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你才敢跟你母亲说 说这些 他年级太狠了 你走就走吧 还跟别人父母说那些个好事 你当年做的太绝了 从心情上的考虑上来说 我觉得教训一下你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前提条件 教训对教训 这次回来 还是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教训是可以的 但如果他就是为了抛弃你 追了你又抛弃你 这种报复心理就太阴暗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猜 对你的心思是怎样 能生 我不相信你 买这这房子 买这钻记 是完完全全就是来气他的 如果女方的父母同意 女方也愿意给你的父母道歉 你要跟他说一次 你自己想 我宁愿相信 他是在圆一个自己的梦 圆一个 我有钱 我不是那个穷小子 圆一个那个 当自己的父母 被自己的前女友痛骂 而自己毫无反击之力的 一个男人的那些 所有的自卑和伤痛 他圆一个那个梦 我宁愿相信 你没有真的想由衷的伤害他 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 你不如把它变成一个动力 变成一个 对自己未来 在事业 在证明自己的过程当中的一个 更强的动力 男生 此时此刻 你到底爱不爱他 不爱他 但我觉得 我爱他曾经的那个 还不是现在这个他 你觉得他现在和两年前有变化吗 有 他两年前不敢为你 跟家里冒班 现在敢 不主意这样 两年前 因为我没有钱 然后我只是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用可乐铁 然后烧两个借铁给他 他就特别高兴 现在 我送他一真的借铁 然后他都没有 当年这种情绪 你看到的是情绪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 你并不知道了 我当时心里真挺高兴的 为你心里高兴的 不表现出来 我觉得只要跟我在一起 然后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在一起就行 那我能不能这么解读 就是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 你别给我买专机 你还是拿以前的那个 和了铁的那个 给我 我都愿意 所以爱情是需要沟通的 你心里的想法也没有告诉他 你又把它化成了怨念 这个事儿其实存在谁 抛弃谁 这不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吗 年轻而处理不当 哪有那么大恨呢 所以你 最好想一想 你这次回去 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你像个男人一样的 去面对生活吧 你去解决这些问题吧 哪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啊 其实有人是挺遭恨的 你既然订了婚 就意味着你再次做出了选择